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表德是蜈蚣道人这个王妃天 他在那蜈蚣岭入玄门 指佛苍身隐恶扬善 欺压百姓霸占良天天遇见 大虎的英雄啊 他的命染黄泉 这一日老到 巫师他有春景 带领着徒弟们下了高山 正与那张秀英 父女两个清明佳姐把坟上 路过雄山吴公岭 正与恶道在山前 王妃天喜爱秀英的容颜 美吩咐声 欲我强上山 这不呼啦啦 有那许多的徒弟就把车围住 一个个帮呼 吃事冲上前 上前来 先把车夫给杀害 将秀英推推 沿递秀英雄的墙上山 喝的老者昏在地 苏醒多时将身犯 四周围 寻找姑娘无忠言 记得他还地 湖天 扑倒在山前 张老者 忽罢多时将身战 心虎尖刺四刀弯 手指胸扇破口马 骂一声恶道 忽畏你离不端 活着我的老命拼了吧 就便是死在 苗内野心肝 老者哭到了绝情处 胡锦 一人转过山环 老者定经他留神看 见此人身躯高大有威严 他在那景阳港上打过虎 替兄报仇罪犯当官 野逃蒙州出城外 美英雄睡卧令中险些被害多亏了 张庆夫妇打酒好汉 免得一命染荒泉 因此上行装假扮脱头羊 连夜奔走二龙山 来自在乌公岭前留神看 见一老者气喘叙叙叙惊惊慌 失所苦苦啼啼之面前 吴松说尊生老者所因何故这等模样 张老者把那清明家结上分济扫 路遇恶道抢走了姑娘从头 只为说了一番 吴二郎闻听此话包跳如雷火帽三丈 不由得双眉锦州虎目冤争咬牙切齿 说好好恶道 但包天似你这等新闻 某欺堪罢你容宽 吴松听罢老者之言 只气得浑身战斗 按吴松爱的是安善的良民 恨的是贪官恶霸 我今把杀你这恶道 事不为人 吴松急忙说道 老者不必提哭 我今要打救你的姑娘 不知你一下如何 老者问听赶紧跪到磕头 说师父啊你要打救我的姑娘 慢说是小老儿 就便是我的全家老小 也感恩不尽 吴松说我去之后 你看那山头之上火光一起 那便是我打救了你的姑娘 吴松说吧转身就走 张老者进行几步 拉着吴松 师父啊那山头之上火光 若是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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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其念 吴松说这个 那就是我的他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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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吩咐老者一席话 行如山边上了高山 一转身行窜蹦跳跃的连魂步 下干裂弹入龙潭 手打两碰留神看 见此山凶风额领 怪事横生树木成林 高怂怂日盐之下甚为言 见眼前苗苗茫茫 盈盈嘲嘲一座庙 武松从身到了庙前 瞧了小四处无人一片优雅 多清静听了听 就在庙内花拳行令 推背欢展闹闹嘲嘲 乱了哄哄嘻嘻哈哈 你言我语的八华坛 武二郎气满了胸膛外开 火锅把台阶上 单帮实力照定山门 啪啪啪啪啪 不住的响连天 叫把多时无人答应 气得武松倒退几步 单途惨利 照定山门猛踢一脚 借着山音只听 咔嚓一声响 才讲那泥匹涕碎 拴锁崩开门分左右 武松飞步之殿前 许多的徒弟齐声喊 惊动了杀人的凶犯 谋人家钱财害 人家性命无功 道人亡飞天 苍朗朗 手提一条逆进大棍 朝外闯 正与武松之面前 武二郎轮起了戒刀 冷气森森 寒光闪闪朝下堕 王飞天 把头一地搏向一锁 身心一矮 速 啪 把道官削掉在大殿前 王飞天 哀呀一声 手舞天灵 手举大棍朝下打 武二郎施展武艺 一千一后一左一右 一上一下人戒刀立刀戒 人为刀法成熟刷 刷刷刷刷刑 一平寒光四刀山 老道一剑南抵挡 十了 各茅村沟山 突滚硬帆横前 折胆把刀栏 按响道 低踏不过三十六招 走为上 走 走 走 殿不宁邀往外窜 武松上千囊拦住 你哪里 一头施展 踏多命了三刀刀刺刀刮刀刀砍刀砍 老道一见心胆寒 王飞天哆里哆嗦 哀呀一声说不好 扑通通 一脚跌倒的地平川 五二郎赶上千区 手起道路 只听咔嚓的一声响 王飞天不断筋折 劈开肉栈 血迹崩溜 老道一鸣然荒泉 许多的徒弟要逃命 五二郎越杀越勇 就像那下山的猛虎 出水的蛟龙 一刀一个一个一刀 说说说 小瓜切菜一样般 众多的徒弟居丧命 忽想起寻找姑娘在哪边 在那后方救出了秀英语 燃火把 仿火烧庙煞尸 见农烟死骑 烈烈烟沸腾火光 找出了半边天 张老者望见了火光 喜出望外 步履两枪 磕磕干半的靶山上 正欲那五二郎 他虎松绣 摇下了山 父女俩 父女俩感恩不敬 连称谢 师父发 请至设下支旧款待 留下了姓名 我等拥挤在心间 若问我无家无业 无父无母 无兄无弟说把时 抱全公手一转 身形她飘然气 张老者带领着姑娘下了高山 父女还家 她们骨肉团团